也许是一个什么健身中心的一个资料 会员资料 那他当然会希望留下不标准的 也许是他需要行销的对象 因为身材已经标准 应该就不需要去健身房 所以假设是这样 那我可能会需要 赶快 假设这个应该资料很多 那我希望能够快速的帮我把标准的删掉 把不标准的留下来的话 那以往的作业 你可能就需要把标准的找到选起来 然后选起来 然后按右键把它删除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快速的按个按钮 自动全部帮你把你不要的资料给删掉 这样会 对你就多选嘛 可是问题如果资料量多的时候 那当然像这个是只有10笔资料 9笔资料还OK 可是如果这边有90笔 98笔 甚至9000笔的话 那可能用人工的方式就不太恰当 另外可能你要删的也许不一定只有一个条件标准 可能是有AB就像我们ABCD嘛 几种状况要删掉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你也可以用多重判断 就是你要删掉的先找到逻辑 再来的话 当这个逻辑符合的时候 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样撰写程式 其实很简单 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就第一个 删掉列 删掉列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前面只有一个Sales物件 那如果列的话呢 这个列的物件的名称 它叫做Raw 加S Raw 所以 这边的话 如果你要知道 某一列的话就是Raw R 这个Raw 加S 为什么 因为它是复数 集合 那哪一列 你就告诉他 比如说你要删掉的是 第 第几列 第九列好了 那你就九 后面加一个点什么呢 点Delete 就打一个Delete Delete 如果你这个Delete 不会拼的话 你可以看键盘上面 有个Delete键 上面有个Delete 一样 不要拼错就好了 那这个第九列就删掉了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当然 假设你的逻辑 知道之后的话 那如何在那个 这个地方 可以实做出来 我这个先把它复制一个 Ctrl 按住 先把它复制一个 为什么 因为等一下删掉 没办法还原 那你可以再到Visual Basic 里面 它有一个检视里面 有一个叫做 即时运算四窗 这个还蛮好用的 你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 让那个第几列 我看一下第九列好了 我第九列要删掉的话 那你可以在即时运算四窗里面打一个Raw 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Raw 十瓜糊 第九列 Den Delete 好 你按Enter会怎么样 这个时候你如果把它按Enter 它就会把第九列删掉 有没有看到 第九列删掉 那再来还有什么 可是 原来第九列还在 所以第九列如果在删 第九列就删了 可是会有个问题 如果删除 我建议你不要从上面删下来 为什么 因为从上面删下来 会影响到下面的 那变成说你往下跑 假设我今天要从全部删的话 那你第一个可以先跑个回圈 回圈的话 一般我们前面讲的是 从上到下 for i 等于4到13 有没有 让你逻辑判断 如果它的那个什么 假设K欄里面的资料是标准的话 那就把那一列给删掉 有没有 if sales 有没有 那个i 等于k 里面的值等于标准的话 那 then rose i 等于rester就可以了 不过特别注意 如果你从上面删下来的话 它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删这一列 它下面这一列会往上跑 本来第十列的 会变成第九列 那会变成你本来应该往下删 第十列 也是历史列不见了 那怎么办 你必须还怎么 再把i减1 这样太麻烦了 所以我建议 以后的回圈 如果是删除的话 我建议你 你可以做反向回圈 什么意思呢 本来是4到13 对不对 往下 请你颠倒过来 13到4 但是特别注意 原来的话是正向回圈 它后面其实有个叫 空一个step1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往下 那如果你要颠倒的话 记得加一个step-1 意思就是颠倒过来 然后做什么呢 做那个删除动作 所以我如果今天希望呢 能够做一个删除列的程序的话 那你可以现在这边 即使用上练习 练习完之后没有问题的话 一样再开启你的模组 然后呢 去设计一个什么 删除那个 不需要的列 所以你这边的话 可以插入一个程序 比如说删除列好了 假设这边的话 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叫 删除列的那个一个程序 对不对 那因为循序下来 所以按也是sub 不是放弃 按确定 确定完之后的话 你要做什么呢 反向回圈 所以先告诉他说 我要从那个后面删回来 for i 等于 本来4到13 现在变13到4 但是呢 我是颠倒的 所以请你加一个step 加一个-1 特别重要 这个一定要 如果你没有加-1的话 它跑完13之后 就不会往下跑了 因为它13一定会越越多 不会越越少 所以它就不跑了 跑13结束就跳离了 ok 所以加一个step-1 负1 enter两下 同理可证 如果以后 你是要双速 那就加个2就可以了 本来是4 5 6 7 8 你如果step 2的话 它变4 6 8 它就跳两个 OK 你们应该懂这个意思吧 这个地方加一个step 就可以让你跳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删掉 所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if 假设用K欄里面的资料 是标准的 所以这边的话 if K欄里面的资料 那就sales K欄 多点 K欄 里面的资料 等于什么呢 标准两个字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给它一个标准 Zen 所以这边的话 再打一个Zen enter两下 先打endif 结束那个if 那做什么呢 把那一列给删掉 哪一列呢 那个I列 所以打一个ros ros指的就是哪一列 它会跳出说 哪一列 那你就告诉他I列 因为我找到的那个说是 那个I 因为表示那一列是标准的 点Delete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写完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不过我建议 你在试这个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原来的工作表 再复制一个 怎么复制比较快 按滑鼠按住不要放 再按Ctrl键 它就快速复制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删除掉之后 它是不可逆的 你不是说删完之后 按CtrlZ 没办法 删完之后 无法复原 所以 假如你要再有练习的机会的话 建议是复制一个 那我们来删给各位看 因为它删太快了 所以我就直接按F8 先13 判断一下它13列 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标准 是标准 好所以这一列会删 会删 那所以这个时候13列会被删掉 会删掉 13列 有没有 那13列再来 因为往上 所以不会影响到 后面的 所以再来 这个不用理想 它会跑这个 这个方旋 好 这个先把它先关好 或者是我设一个中段也在 在这边好了 OK 让它执行 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它往下跑之后 现在变12 对不对 那12是不是标准 4 那要不要删掉 所以 第12列删掉 再来的话 第11列是不是 不是 不是就跳过 不删 再来就是第10列 所以第10列删 第9列删 最后的话 全部跑完 那就留下什么 留下不标准 所以 那这个地方 因为资料很少 看不出厉害的点 可是如果说 你将来资料非常多的时候 其实就还蛮方便 因为我自己实际上 就利用这样的方式 几万笔资料 一下就跑完了 不然的话 几万笔资料 你光要去 把这些东西找到 也许你想说 老师那我重新排序 可是如果你重新排序 你顺序都乱掉 那原来如果还没有编号 那你怎么办 所以如果 没有编号 那你就势必要 找这种方式来做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试试看好了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还有什么重复资料 比如说里面有重复资料 那我要一个个找麻烦 所以怎么样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 帮我找 或者是除了标准以外 还有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那当然你可以在这边 再做多重的判断 有很多种 那如果说呢 还有很多种可能的话 你这边可以是 在后面可以再偶尔 或 可能标准以外 还有什么呢 过轻过胖 可能还有别的标准名称的话 也可以把它删掉 诸如此类的 OK 好 那这里的话呢 试试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何快速的帮我删除列 那这个部分呢 会多学了一个物件 名称叫做Raw加S Raw把它删除 试试看 试试看